小孩学球 这个计划之后该怎么练 小朋友的动作很标准哦 视频里的这位小朋友正手动作非常标准 已经基本功比较扎实 如果在之后的训练可以加强一下 反手基本功的练习 可以先从定点开始定点反手攻球 然后之后一样和正手一样进行反手两点的步伐练习 等反手基本功扎实之后可以进行正反手结合的练习 比如说进行左推右攻的练习 上拳球掌握之后 小朋友可以继续学习动反手的下拳拉球 再之后就可以进行一些实战的训练 希望这位小朋友继续好好训练 争取早日打成奥运冠军 评论区里的教练们 你们觉得呢